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BIKING 購車指南 我是小三 大部分人在買車的時候 所考量的重點 其實都是一樣的 希望車子有充足的動力 希望車輛方便舒適安全 而且重點 最好可以不要花太多錢 就可以買到 所以一直以來 在台灣市場上 平價型的125CC車款 一直都是銷售最好的一種機種 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主角 他就是一輛具備上述這些特質的車款 三陽 Vivo 活力125 三陽活力125的外型 是透過滑順優雅的弧形 和帶有年輕氣息的修飾線條建構而成 對於大多數的使用者來說 這樣的外型 是簡單之中又帶有變化 是很低調有型又耐看的車款 所以不管是學生 或者是已經出社會的上班族 我想都可以透過活力125 來展現滿滿的元氣和活力 至於配備部分 三陽活力125的頭燈 使用亮度頗加的 菲利浦 H17 燈具 搭配辨識效果良好的大面積尾燈組 使用簡潔好判讀的指針式儀錶 具有小型掛鉤方便我們吊掛物品 也設有可以放進600C寶特瓶的前置物空間 車廂置物空間 可以輕鬆的放進一點四分之戰安全帽 注意應付一般日常生活 所需要的收納表現 跨座上車 又176公分的身高呢 我可以很輕鬆的 雙腳平放貼地 而且膝蓋這邊呢 還可以呈現自然的彎曲 所以它的低座高 確實是很好用的 另外加上它的椅墊乘坐感受是舒服的 空間也夠寬敞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自己一個人騎 或者要載著女朋友載著家人一起出門 我想它都是非常好用的 動力部分 三洋活力125 採用三洋主打的新一代Clean Power 靜耐引擎技術 透過日本金兵第四代噴射系統 和低主抗滾子搖壁氣缸頭 或者更好的燃燒效率 所以目前市面上販售的活力125 雖然有很多的版本 可是所有版本的優好表現呢 都可以來到1公升汽油跑53公里以上 最新的七級環保版本 甚至可以達到1公升汽油 跑55.6公里的好成績 這不只是符合台灣能源效率一級的水準 更能夠幫車主的荷包 剩下不少的油錢 良好的燃燒效率除了帶來省油的直接表現以外 在動力部分 也能夠讓活力125 取得更順暢紮實的輸出 加上重視舒適感的懸吊設定 我想不管是每天騎車上下班上下課的通勤族 又或者是需要在老婆小孩家人的好爸爸 應該都會喜歡這種線性又容易掌握的駕駛特色 目前三洋的活力125 已經推出符合最新七級環保法規的新版本 同時也跟過去一樣 提供了碟煞ABS版 碟煞版 和古煞的三種版本 每一個版本的配色也都略有不同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選擇 至於最新的售價和相關的銷售方案呢 我們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給大家做參考 也可以到三洋全台的經銷據點來做詢問 總結來說 我認為三洋的活力125 它是一台回歸基本面的速克達 對於有用車需求的人來講 它可以提供穩定可靠的性能 對於希望精打細算用最低的價錢買到車子的人呢 它也有相當的吸引力 所以如果你正在尋找一台平價型的125CC速克達 那我想三洋的活力125呢 應該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Bike in Go車指南 所帶來的活力125新車介紹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也希望看到更完整的新車試駕報告 請記得幫我們的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是小三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